主要來關心機能現在的三題跟配合計測 每一代金分配是四十五塊半到五十五塊 原本是團車三十零業者 不會起價 但是光是廣東失業不能起 兩項公會就說 要保管他的休息 輪迴主委 等到中間調沒有失業 又說 休息是假期的 十位在門口 再去五點外 就已經排到漏漏斷 大家都在等 十點來不及兩時間 太貴啦 排油啦 我現在沒有蛋 我已經兩個禮拜沒來了 一斤 一斤七十五塊 那現在不知道多少 還是買嘛 老人家嘛 一個早上就吃一個蛋 機能公司問題 將會繼續引起國際討論 現在三題跟大白兩題 每代金分配是四十五塊五到五十五塊 正常團出機能三小夾 才打算美國起價 不過技術因為光風壓力 最后過期這禮拜兩家總是沒有起 後禮拜再過堅疑 農委會主委 農委會主委農委農 Hochul 農委會主委農農農農農 出色國賛實財六十塊的便當會開始 賣法動 定請農委會不再接兩價 另外有兩價 希望說如果各種機能 會沒限期休息 而且還不會報價 年紀長進匯 休止是假議題 年紀長採取層 將安靜靠的機能 第三回體會超過700萬顆 四月也會購得多 不然三兩家的糧已經有所提升 鄉正寅會定期調區看不下去 同一回會打拼 讓幾兩三交回規正想 記者綜合報道